12月30日,蒋敬夫律师发表律师声明,称在28日收到日本检察机关做出的以不起诉状态的释放决定,即日起蒋敬夫完全恢复人身自由。 31日晚上,有网友发文透露自己在从日本回国的飞机上偶遇蒋敬夫,并称其此行事回湖南老家。 1月2日晚上,有长沙当的网友晒出在公司附近偶遇蒋敬夫的照片,并调砍称蒋敬夫绝对不可能是来逛我们公司的。 照片中,蒋敬夫身着明黄色羽绒服搭配黑色条边运动裤,很久没有打理过的头发压在黑色棒球帽底下,相当邋遢。 蒋敬夫所处的位置正是掌杀著名小吃店附近,极有可能是趁着新年假期与朋友一同出来逛街。 之后不久,蒋敬夫便与穿着灰色棉袄的男性朋友边聊边离开,刚站在他身边的黑衣女子不见了踪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